今天我要讲的事情就是史尿物理学 我是杨沛良 是清大动机系的助理教授 我去年8月1号回到台湾 所以目前我今天跟大家讲的研究 都还是我在美国做的研究 目前我在清华也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希望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要讲的是史尿物理学 好的 第一个问题通常大家会问我说 所以你到底是学什么的 你是学生物 还是学物理 还是学机械的 你的背景是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的研究 我被问了很多次 所以我决定来跟大家说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我的就学历程 简单讲一下 就是我有一天考上了台大的图木系 我的开始考那个时候 主要还是指考分发 所以我填到的志愿是台大图木系 那我大二的时候 转到了工科系的应用力学组 双主修了物理系 然后我又参加了生物物理营 这是一个中心大学办的给大学生的科普营队 那大三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要念研究所 我要工作或者是我要继续深造 那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所以我去工科系做了专题 去机械系做了专题 然后我开始觉得我可能可以出国 可是我要修很多课 因为我双主修 所以工科系跟物理系的课都很多 所以我就念到了大五 那我开始申请研究所 我申请了非常多我能申请的 机械所 物理所 应用力学所 然后我又去做专题了 那后来我到了美国 我在乔治亚理工都是念机械所 可是我一开始的博士班 念的是生物流体力学 后来到了第一个博士后研究 做医学工程 第二个博士后做生物统计力学 在土木所 那我现在到台湾清华大学 我又开始去做热流组 流体力学 然后在动力机械系里面 这很乱啦 我帮大家画个重点 上颜色这样大家不就了解 所以我到土木所 我开始到土木系 后来又到了土木所 那我去了应用力学 应用力学又到了力学 然后我又一点点物理 又到了统计力学 然后我又去了机械系 又到了流体力学 我想跟大家讲的事情是 跨领域不是一开始你决定跨领域 所以你有一个精密的布局 然后我要去机械 我要去力学 我要去生物 这些步骤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我当下觉得 我不想要放弃一个我的爱好 或是我舍不得一件事 然后我又想继续了解而已 所以它有一点弯弯的 然后我把大五这边圈起来 那个时候很流行一个东西叫 延迟毕业 那为什么会那样呢 是因为当时的就业环境并不好 然后我也觉得很迷惘 我应该要继续念机械 还是念物理 还是念生物呢 那我非常喜欢生物 可是我后来念的主修 不是生物的主修 所以我还蛮幸运 在参加了生物林之后 发现了生物物理这个领域 然后之后一路钻研 终于在念博士班的时候 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指导教授 他也是研究生物流体 然后开启了这个死尿之路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跨领域的 不要想太多 做就对了好吗 那有什么问题之后都可以问我 应该要怎么跨 他其实有些人形容得很困难 觉得好像要 画领域好像是劈腿 要精神开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事情 它是就是这样子过去而已 它只是工学院的很多科系 其实都学的东西都很像 然后物理跟工学院其实也可以 基础科目也都很类似 但是他给我的训练 让我可以讨研究 或者深入了解一些 两个领域都看不到的题目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诗尿物理学 好 等一下哦 快回去 诗尿物理学 好 那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大象尿尿 有人看过吗 你有没有看过吗 只有我这种人才会看吗 哦好 这是我在亚特兰大动物园 那有一个大象 他叫 可能叫Mindy吧 对 那个大象 然后你们这个投影机蛮好 有一种一比一的感觉 然后所以这是大象尿尿的水花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有一种刹那极永恒 那种看烟火的感觉 就是那个时间 我很惊讶 惊呆了 那好 这是我们待会会谈的 第一个题目 那第二个题目这个是 我们会讨论一下 大便这件事情 这是我留了一些特征 所以大家可以辨认出来 这是什么动物吗 它有毛毛的屁股 然后有白色的毛 它是熊猫 那这是熊猫大便 那熊猫大便是绿色的 没错 它是绿色的 然后再来第三个题目 我们会谈一个 比较少见的动物 叫带熊 带熊是澳洲特有的 有带类 那它现在应该也是 不知道是兵围还是 保育类 重点是它很有趣哦 它便便长这样 是方形的 那我做一个物理学家 机械学家 科学家 我看到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它是方形的 那我们等一下会讨论 这三个主题 好 那我们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 那死尿其实 我一开始 没有特别那么有兴趣 但是我是一个学 流体力学的人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念的所有学校里面 都有一个幼稚园 然后台湾大学 然后乔治亚理工 史丹佛 到现在清大 我每天早上八点起床 然后去办公室 或是研究室的时候 就听到小孩在尖叫 然后奔跑啊 然后就是各种快乐 然后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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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经过 每天每天看 有一天我看出了一些门道 就是我呢 一百七十公分 然后大概六十公斤 那个小朋友 大概可能十公斤左右 三四岁十公斤 然后奔跑这样 所以它的体型跟我 可能差了五倍 然后 可是它身上的流体 血液 泌尿系统 消化系统 或是免疫系统 都好好的 所以它是一个 我的萎缩板 一个一比五的萎缩板 可是这对流体力学 不太合理 因为对流体力学来说 只要尺度不一样 产生的效果就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在 很小的尺度 我们看到莲花效应 看到表面张力 然后到很大的尺度 我们讨论重力 甚至其他力的影响 那我身上的力 跟它身上流体力学 被影响的力 是一样的吗 那我讲 讲极端一点好了 比如说更小 刚出生的小孩 或者是 姚明超级高的 那这样子 两套流体力学通吗 这是我想要问的问题 从小人到大人 这样子一直一直放大 所有东西都是 等比例放大吗 里面的流体 是一样的流动吗 那这个领域 在之前我们把它归类为 医用流体力 医用生理学 不过大部分探讨的 都是里面的生化作用 比较少探讨物理方面 然后也没有 也比较少讨论 所有通用的流体力学 或是物理的现象 物理效应 那比如说在 医用生理学里面 就叫常用的实验动物 有这些 有大鼠 小鼠 你们知道为什么老鼠 要分大鼠跟小鼠 不叫老鼠吗 这是我高中的时候 高中老师教我的一个笑话 我那时候 他说杨沛良 老鼠有分大鼠跟小鼠 你要讲清楚 我说为什么要讲清楚 老鼠就老鼠 他说老鼠老吗 对不起 所以之后要大家分清楚 有大鼠有小鼠 那医用的实验动物 还有兔子 还有猫咪 有狗 最大的实验动物 大概到猪 那我们会用这些实验动物 做不同的疾病 或是人类的模型 比如说 我们常常用老鼠 用大鼠或小鼠 研究癌症 用猫咪的步态 研究肌肉 人的走路 然后用猪研究心肺功能 可是 如果我们在老鼠身上 研究泌尿系统 得到结论 你觉得可以用在人身上吗 那老鼠 差不多200克 那我70公斤 可以用吗 或是老鼠的研究 如果真的可以用到人身上 那是用在小人身上 还是大人身上 这是我想要知道的 我想要知道的是 跨动物尺度的物理学 想要知道 我们有没有一个通用的法则 或是流体力学 到底在不同体型下 会产生什么事情 那我今天会讲三个子题 一个是排尿法则 一个是排便法则的两个 那我后来发现 大便这件事有点复杂 就是它跟比尿尿复杂很多 所以有很多动物可以 排出不同形状的粪便 那有条形的 有方形的 还有其他其他 那我们今天会讲 条形的大便 跟方形的大便 OK吗 好 三个题目 今天大家准备好了吗 先问大家吃早餐了吗 吃了 所以这个题目还行吗 OK 如果不舒服的 逃生们在旁边自取 不用跟我说 大家自由进出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 第一个题目 排尿法则 这是我刚刚讲到的 那个大象 它尿尿的那一瞬间 显然你们都没有看 动物尿尿的嗜好 只有我有吗 好 我要问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尿尿这个事情 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 那白话的说法就是 是我们进了厕所 把门打开 水就流出来了吗 还是我们有推一下 我们的膀胱有没有用力 有吗 有人觉得有 有人觉得没有吗 觉得它就是一个浑然天成 有吗 就是重力帮忙 人一到就自然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力的 有吗 有吗 举个手 好 那有人觉得 哦 不行 我每次就是要 有一些内在的用力 才有办法的举手 好的好的 我们等一下会来解决大家的疑惑 那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讲的事情 那第二个事情是 如果我们知道它是主动或是被动 是重力还是膀胱的压力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知道它的物理 我们就能够算它的速度咯 那我们可以知道尿尿多快这件事情了 好 第一个事情我们先看一下以前人怎么讲的 那的确如大家讨论 大家在膀胱的压力跟重力之间争论不休啊 那这是一个猪的泌尿系统 我是去那个屠宿场割的 那上面这个膀胱啊 在猪的身体里面的时候 它是鼓鼓的 里面都是尿 然后下面是它的尿道 然后我把剪刀把它截下来 那截下来那一瞬间呢 那个膀胱就跟消气的气球一样这样 噓噓这样子 然后水就流出来这样 所以这个膀胱很有弹性 它一定可以对尿施加压力 如果它想的话 OK 所以膀胱压应该是可能存在的 那大部分的前人研究都研究人 那这是人的草荺波应该是吧 然后两个箭头 上面的是膀胱 下面的是尿道 然后这也是研究人的 那你看他们都把膀胱画得很大 然后尿道短短的这样子 那他的这个话的意思 跟他的研究就是说 对人来说膀胱的压力比较重要 重力比较不重要 那之前的结论是这样子 那有一个研究 研究青蛙尿尿 他的结论也不一样 他说这个青蛙的膀胱 青蛙的尿道这样算算算算算 以青蛙的尿尿的速度来看 膀胱的压力应该是不够的 可能有重力的影响成分存在 那这是之前的前人研究 所以到底尿尿这个事情是 主动还是被动的呢 主要到底是膀胱的压力 还是重力呢 我们来研究一下 好 怎么研究呢 我有一群可爱的大学生 帮我做研究 他们实际上就是做这些事 陪我去动物园 蹲滴滴的看仔细 到底动物怎么尿尿的 我们第一个就是田野调查 到学校附近 我能找到动物的所有机构 比如说动物园 比如说流浪犬之家 比如说牧场 反正所有我都去了 所以这是亚特兰大动物园 这是Yout of Georgia 附设的农场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 亚特兰大的流浪犬之家 然后我们看了很多 YouTube的影片 在我之前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 能不能用YouTube做研究 但我后来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 就是我只要打 Elephant Pea Lion Pea 30个影片出来 这很棒耶 我就在办公室吹冷气 然后数据就来了 然后我就查有大象的 狮子的 老虎的 犀牛的 憨不浪当 就有一个初步的结果 那另外我们会做的事情是 我说过物理的训练 所以我们建一个简单的物理模型 然后我们也参考很多 兽医学跟解剖学的文献 知道泌尿系统到底尺寸啊 压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 这是我们的研究方法 那我给你看一下 我们到底看到什么 这个是 等一下你会看到很多动物的 尿尿的高清解析度影片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一个实验室的小白 大白鼠 大概200克左右 然后它的尿是这样 一滴一滴一滴滴出来 那这是高速摄影 放慢30倍 影片好像有点lag 应该还行 好 还有一支是 它的朋友 也是差不多200克左右的大白鼠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高速尿地 好 然后有一支羊 羊的体重跟人差不多 是动物园拍的 那它的尿也比较像人的尿 是jetting 是水柱 那接下来是牛 牛的体重是人的大概10倍 700公斤左右 那你看到它的是水花 然后再来是大象 大象体重是人的100倍 差不多5000公斤 那它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情 所以看到这个水花 跟它的斯勒宾 对吧 斯勒宾 好 那我看完这影片呢 这是我做这个研究的第一步 我就想说糟糕了 怎么大家尿的看来都不太一样 怎么弄啊这个 很尴尬 那我后来想说 如果我想要知道 大家的力是不是一样 那我就是代表说 我可以从速度 它的受力的运动知道力 那如果我需要受力速度运动 我需要的就是时间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到底时间上是怎么样 记得我在亚特兰大看到那只大象吗 叫Mindy 那只大象 那只大象的体重 差不多是5000公斤 那时候我有个室友 他养了一只猫 那只猫的体重是5公斤 所以两个动物差了1000倍 那这个小猫 它的膀胱的容量 差不多是两个饮养水平 小小的 那大象的膀胱容量是 你们这边没有 那个巨大厨房垃圾桶 两个 OK 好 所以一个是20毫升 一个是20升 直播看不到 好的 直播的朋友 OK 所以我卡在这 如果等下我跑出结界你们要叫我 好的 所以 膀胱容量也是1000倍 那个那只猫 就是我家 我室友的那只猫 它尿一次 时间是18秒 那大家要不要猜一下 大象尿一次多久 有人知道答案我想猜一下吗 可以举个手 我不会对你做任何事 蛤 什么什么 18分钟 这是一个很棒的猜测 还有吗 20秒 你怎么知道的 你猜的吗 没有人跟你讲吗 好吧 相信你 21秒 因为 哦对 校长你说出答案了 都是你害的 没关系 这个题目 大象尿尿的时间 是22秒左右 那是 我们等下会讲平均的值 但是这一只大象是22秒 那那一只猫咪是18秒 这个题目 在我一开始研究的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我觉得这很有趣 我觉得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流体力学 我对生物有兴趣 可是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成为一个 好的 科学论文 那我必须要知道 这一个领域的观点是什么 所以我就报名了一个 很厉害的流体力学研讨会 叫美国物理年会 流体力学年会 APSDFD 那个全世界流体力学专家 齐聚一堂 每年感恩节前后 来讨论一下流体力学 那时候我是一个 博士班一年级的菜鸟 很年轻的一个学者 一个学生 那我那时候雄心壮志 我想要多多认识人 我想要挫展我的人脉 那时候大家你懂吗 菜鸟都会这样想 然后所以我就到了这个研讨会 非常 也不能说严肃 就大家其实也是 蛮开心的啊 吃喝啊 聊一聊 认识新的学生 然后有一些朋友 教授互相认识 也会聊天 然后呢 我就知道 有几个资深的 别的学校的 知名的学者有来 然后我就说 好好好 这个是某某大学的 流体力学的 专业的老师 这个是教授 那个是教授 我问一下好了 那请问 我说 那个李教授你好 他说 那个你好 你什么名字 我说Patricia Young 我在Georgia Tech 你好你好 你研究什么领域呢 你说今天要报告什么 我报告动物尿尿 我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要请问 什么问题要请问呢 请问你知道 大象尿多久吗 那我问了这个问题 问了十个教授 大概九个人都 立刻转换话题 或走掉了 有一个人理我 那个人叫做 那个人在UIUC 叫Randy Elwood 他说 大概差不多半小时吧 他一回答 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好问题 因为专家不知道答案 太棒了 好 所以 大象尿尿的时间 跟小猫尿尿的时间 差不多 都是在二十几秒上下 但是他们体型差了一千倍 为什么 大象尿那么多 然后小猫一点点 为什么可以尿一样快 好 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们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我今天要建立一个简单的物理模型 这个物理模型真的非常简单 它就是 假设膀胱是球形的 尿道是垂直的 什么都是直的 完美的样子 那我们有膀胱的压力 我写着P Bladder 然后它的膀胱的体积大概是V 那尿道的长度是L 然后它有一个直径是D 那它垂直 它跟重力的方向是一样的 好 这就是我简单的排尿模型 那有膀胱的压力 可能也有重力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 第一个事情是 这个泌尿系统的尺寸 跟体重成正比 成正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体重增加一千倍 膀胱的体积也增加一千倍 所以膀胱的体积跟体重 是等比例增加 增加十倍就十倍 一百倍就一百倍 一千倍就一千倍 那再来是 尿道的尺寸会怎样改变呢 我是不是就走掉了 我刚才回来 我的结界 尿道的尺寸会怎么样改变呢 如果体积增加一千倍 那长度会增加一千倍的三分之一次方 所以是增加十倍 那就是体重跟 sorry 长度跟体重的三分之一次方成正比 这样子可以吗 大家了解吗 好 所以就是从老鼠猫咪到大象 泌尿系统就是等比例放大 再来是 膀胱的压力都一样 大概都是五千帕左右 那为什么膀胱压力都一样呢 是因为 不管从小的哺乳类到大的哺乳类 膀胱组成的肌肉都很类似 所以它们能施加的压力都是类似的 大概就在五千帕 OK吗 get吗 了解吗 好 所以我们什么都有了 我们有这个流体 它有点像水 我们假如它是水好了 然后我们有这个 泌尿系统的体积 有泌尿系统的尺寸 也有膀胱的压力 那我们就可以用 白努力定律来简单算一下 速度大概长什么样子 那白努力定律是这样子的 我不能动是吗 还是我可以到前面 可以吗 好 我去一下你看一下效果 就是呢 它有两个力嘛 对不对 一个是膀胱压 一个是重力把它加起来 然后看一下 它速度会长怎样 意思就是这样子啦 那我知道速度 粉红色的EU之后 我就可以算排尿的时间了 排尿的时间就是 总共多少尿 除上节面积 再除上速度 了解吗 可以吗 还行吗 活着吗 可以 很棒 好 我的口蚕是很棒 然后我学生现在已经会了 他们就说 老师是不是很棒 对 很棒 你们都很棒 好 那这个事情到 非常大的动物会怎么样呢 如果非常大的动物 记得我们刚刚想的哦 膀胱压都是一样的 所以动物变大的时候 膀胱压的定值是不会变的 但是重力内向会随着尿道的长度而增加 也就是动物体积越大 越受到重力的影响 而不是膀胱压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尺度的范围下 比如说大象好了 那重力的影响 基本上已经是膀胱压的两倍了 所以重力决定的 体型增加 就是重力内向增加 但膀胱压没有改变 所以速度基本上是受到体型改变而改变 会变成体重的六分之一倍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了 这个排尿时间 如果体积跟体重成正比 长度是体重的三分之一次方 速度是体重的六分之一次方 带带带带全部消掉 时间就是体重的六分之一次方 或是体重的0.16倍 那我们的实验值是体重的0.13倍 大概是对的 那这个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大的动物 它的尿道比较宽 它的尿道比较长 所以它排尿的时间 跟小猫是一样的 有点像是 小猫是一线道 然后大象是三线道 但是而且小猫的速线比较低 大象的速线比较高 所以它们同时 都可以把它们需要的车辆排出来 那这是我算出来的 理论值大概是绿色那条线 那实验值是蓝色的 那里面很多是YouTube的数据 大概理论值大概是 实验值的三分之一左右 那可能会有一些简化的影响 比如说其实尿道不是完全垂直的啦 或是它的节面积并不是完全是圆形的啦 会有一点常数的影响 不过大概趋势是对的 那再来是一个答对咯 记得可以开始那个影片吗 一公斤以下的动物发生什么事情 像是蝙蝠 大鼠跟小鼠 它们的尿道太短了 短到没有办法跟几乎不重要 所以它们在尿尿的时候 完全靠膀胱压 然后它们的尿道太短又太窄 然后变成要克服很多 黏制力啦 表面张力啦 就是在小尺寸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它们的尿道 它们的尿才是膀胱压起出来 一滴一滴的高速尿滴 而不是像三公斤上的动物 它可以是水柱 这样子 好 所以小动物跟大动物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高速尿滴 因为它们的尿道太窄又太短了 那一个是水柱 比较像人的尿 三公斤上的动物都像人的尿一样 那它们的时间大概都在十秒到三十秒左右 那取个平均值就是二十一秒 但是有人就说 这个认权宽二十一秒 正负十三秒 好 我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呢 记得刚刚蹲在地上那些大学生吗 他们就说 你这个台湾来的你就这样子 数学画一画就结束了吗 我们做实验吧 好 我们做实验 那这里有三个容器 一个是模拟狗的膀胱 好像是 我已经忘记几毫升的 可能0.3吧 不然一个学生餐厅拿了小杯子 那一个是人的膀胱 然后这个牛奶罐是犀牛的膀胱 那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 那里面装的是食用色素 我不要紧张 然后下面有接一个管子 可能不是很明显 但那个管子的长度跟宽度就是三个动物对应的泌尿系统的尺寸 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 好 那样时间都一样 所以完成 实验成功 好 再来我们要看一下的事情是 当我做完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的亲朋好友很喜欢聊这个话题 那他们跟我聊什么呢 他们就说 不就下不就下 所以我昨天刚刚我尿几秒 你觉得我OK吗 我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但因为我做的研究没有人 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生命中出现 然后我会收到粉丝的来信 他告诉我说 我们这个单位呢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统计 那我们刚刚厕所时间都量完了 那你觉得我们这个单位是怎么样呢 没有办法回答 但是还好这个问题 日本有一个专业的泌尿科医生可以回答 那就是刚刚那个李校长提到的一个实验 他们在日本的千夜市的火车站 找了几个志愿者来做一个实验 那实验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们找了一个车站 然后发码表给路人 他说麻烦你等一下去厕所量一下 通过两个人的数据 你这个数据 実印 2017人分 诶 卡住了吗 总之这2000人的数据平均只是20.5秒 所以也落在我刚刚看的10秒大概30秒的区间 但是这个研究提供了更多跟人类相关的资讯 因为它还有每一个人的疾病史 年龄跟性别 那其实人尿尿的时间大概是从10秒 然后随着年龄增加到30秒这样 所以跟性别跟年龄是有差别的 那这个后续的分析我就静静地等待命尿科医生的研究 他叫塞嘴 塞嘴医生 好 所以我们排尿定律第一部分 我们学到了什么 第一个事情是排尿是包含主动跟被动 但是重力的影响性 重力的重要性随着体型增加而增加 体重大于3公斤的普鲁类动物 他们尿尿时间都是一样的 因为大的动物他的尿道比较长 也比较宽 那小的动物第1公斤的普鲁类 他们尿道太短了 所以他们尿道的时候必须对抗表面张力跟黏制力 所以他们会形成高速尿滴 这样子我们第一题 OK吗 完成 好 谢谢 谢谢长官 我已经教书教到一个奇怪的习惯 带一些带动枪 第二题 我们要讲大便这个事情 记得刚刚那个施肋病吗 还醒着 记得吗 那个施肋病 同一个大象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继续做这件事 当我做完那个排尿研究的时候 我想说啊 它就是一个有趣的小品 我要开始来做真正的研究了 真正的研究 它只是一个 我的博士论文的一个小插曲 结果当我做完尿尿研究之后 我的博士老师 博士班老师跟我说 是David Hu 胡利德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他 他跟我说 Patricia 我觉得你在这个领域非常有天分 我很难找到这样的学生 你要不要继续做这样的题目 各位同学 如果你的老师跟你说 你很有天分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 我那时候就相信了他 他说这是一样的题目啊 你去动物园 一样的方法 你就做一样的事情 你可以得到两篇论文多么棒 我想好像也很有道理 就答应了他 一路不归路就这样走到这了 那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 我可以研究大象的大便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 有个影片我拍到两个 所以可能我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那这个研究又比刚刚的复杂一点点 因为分辨并不是像水一样的流体 它有点不太一样 那目前也没有人知道 到底它属于固体或是液体 所以怎么弄呢 但是大概我知道怎么做了 我知道我要找一个大动物 然后我要找小动物 然后我要比一比 我大概知道怎么弄 所以可以问一样的问题 粪便大便这件事是主动还是被动的 有没有推 还是一打开就出来 这是我想问的 然后粪便是液体吗 我们在推一个液体还是一个固体 那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件事 我们能够计算排便的速度吗 好 一样的问题哦 所以这个我们会咯 很简单的 第一个事情就是找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普通类来看到 到底发生什么事 它的直肠是横的 所以以它的直肠宽度一点点 跟那个比例不太能比 所以可以很确定 应该就是直肠压没有重力的影响了 所以这件事我们会了 它是直肠压造成的 那再来前人呢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法是说法A跟说法B 那分别是这样子 说法A是这样子 它说呢 我们在大便的时候就像挤牙膏那样子 所以我们施加一个利益 可能是直肠压 然后这个大便呢就 就是那个斯勒宾它就会变窄 再变宽 然后这样挤出来 这种说法A A派的说法 那说法B不是这样子 它说不对不对不对 大便没有被挤出来 是大便的表面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消化大 有一层光滑的粘液 就像口水啊 或是鼻涕那样的东西 润滑了这个过程 所以真正被挤压的是这个粘液 而不是大便 是内层薄薄的粘液 那说法A就很用力啦 说法B只要推动那一点点粘液 相对来说用的力就很小 那到底是A还是B呢 不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第一个事情 我又去找YouTube 我又去动物园拍了 我之前会放影片啦 但是这一part的影片 大家都反应没有很好 所以我就没有再放影片 但是这边我们讨论的是 动物产生条形便便的动物 那你有些宠物啊 是颗粒的啊 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讨论 先讨论条形便便的 条形便便的动物 从刚刚那只猫到狗到老虎到大象 时间都差不多 大概都在十几秒左右 这很奇怪啦 因为直肠压 如果依照我刚刚对膀胱压的理解 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东西随着体重增加而增加 那大的动物跟小的动物 为什么大便的时间可以一样呢 为什么可以一样呢 好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模型 那这个模型 流体力学的人可能比较觉得简单 但我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 它就是说有个水管 很能放 然后里面有两种液体 所以有个中间的液体 有一个外面的液体 那中间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斯勒冰 然后外面那个就是口水啊 或是鼻涕这种黏液 所以中间是粪便 外面是黏液 那这两层液体 有它的相对的尺寸 然后我们有直肠压推它 然后这个管子有一个长度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物理模型 所以我们都考虑到了 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都考虑了 然后第一个事情是 粪便的尺寸跟体型成正比 那这个 这个数据其实没有很难想象 但是花了我一点时间 我没有想过原来我是第一个量这个的人 就我去动物园跟他说 我要量普鲁类所有的大便 他说 好 所以我们就排了一个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一个礼拜 就每天去收便便 那第一天可能是可爱动物区 第二天是猛禽 第三天是 第二天是猛兽区 第三天是什么 非洲区啊 然后就把它收完 回来一个个量 大便的长度跟宽度 大概也是体重的三分之一次方 所以也是体型越大 这个大便越粗 然后越长 那如果你们需要更多细节 一次大便的量 大概平均是2.5节 2.5条 还有需要更多细节 可以在时下问我 反正这是我本人量的 所以我很清楚这个数字 好 然后 直肠压都一样 那直肠压小一点 跟刚刚膀胱压 这边只有0.6000%左右 但是它的逻辑跟膀胱压是一样 就是因为 Blu-Late的直肠 都是类似的肌肉组成的 所以它们能施加的压力 也是类似的 好 我那时候想说 OK 我都需要 我需要的我都有了 我有尺寸 我有压力 那我可以来划算了 只要我搞清楚 这是什么样的流体 所以大便是什么样的流体呢 我那时候 问了一些 讨论一下 跟我同事啊 讨论一下 然后大家说 你要专业一点啊 你要把它放进去一个 量流体的机器 叫流便移 然后去压它 看会不会流开 如果流体放在一个地方 你给它压一下 它会流开 那它就是流体 如果它流不开 它就不是流体 它就是它有没有开 好的 我想说 好好好 没问题 你交给我 我的数据都在冰箱里 来捞出来解冻 流不开啊 这个猫咪的大便是那样子 有养猫的举手 有吗 你们看过猫便便吗 是这样哦 对不对 是吗 还是你没有像我 那么近距离看 它在猫砂里 反正你仔细去搜 那个猫的大便里面 有时候还有石头 然后根本就是硬的啊 弄不开 然后我搜了大象的大便 大象超级混的 有吃跟没有吃是一样的 它就是炒进去炒出来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 我放到那个猫便宜 不会开啊 所以它根本就是固体 然后里面一堆很复杂 也不是菌质的 什么草啊 石头啊 那其他动物还有 比如说狮子的 还有骨头 还有羽毛啊 这些东西 它不像流体 而且依照我猫便宜 量到的数据 就如果硬压 它把它流开的话 需要的力 比刚刚的力 0.6000%大很多 所以它一定不是靠直肠牙 它靠的是那个神秘的黏液 靠这个 左边那边 你的右边 你的左边 左边那个是有一只狗 那通常这个黏液应该是透明 光滑 有一点 很快就会 成挥发的一体 但那只狗前一天吃了一个起司 所以它的黏液是有点白白乳白色的 所以我们就很幸运可以看到这只狗的大便 上面有一点乳白色的议题 那右边这边 你的右边对 好 是大鼠的新鲜的大便 就是我在鼠屁股后面等 然后新鲜立刻拿出来拍 同一颗便便在新鲜的时候 你看到0秒它有点亮亮的光滑 咕噜咕噜的感觉 就是那个黏液 那到了30秒之后 这个黏液就消失了 完全真散掉了 所以就是那一点点黏液 才是推动 才润滑了这个大便的过程 好 所以这个黏液的厚度 非常小 首先它大概在micron等级 跟刚刚的公分等级不一样 所以几乎一点点 就是无法测量 非常非常薄 那我硬去测量 可以量到一点点 那就是我量大鼠小鼠跟兔子的 这个厚度也是体重的正比 跟体重的三分之一层正比 所以问题在这里 全部会随体型增加的 就是这个黏液的厚度 就是它 找到了 凶手就是它 虽然它比其他的尺寸 都薄非常多 但是它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它的关键角色 就是我们在流体学讲的 一个叫润滑理论 就是说 如果有个固体 要传输 要带它走 那我们加一点点油 加一点点微小的体 就可以带动整个运动 带动这个固体 所以真正被挤压的是那个 黏液 那中间这群施勒兵 基本上没有被挤压 那这液体有点特别 它跟水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鼻涕啊 或是口水这种液体 生物流体 通常都是 怎么说呢 叫 飞牛顿流体 应该说它是这样讲好了 就是它 你运动越快 它越滑 是有点像是 你们玩过罐装的 那个番茄酱吗 然后它是不是倒很难道 摇一摇摇一摇 就可以倒出来 对对 就那个感觉 所以你给它运动很快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很滑 很好流出来 比较咕噜 但是如果它是静子的时候 就有点像固体 很难倒出来 那生物流体 特别是我现在讨论年异 有点这个味道 所以当速度越快的时候 它越滑 就能流出来 不过这没关系 也不是重点 因为所有的动物 年纪都是一样的 所有的动物 大概都在这个绿色的区间 无论是猫咪 没有人量大小 猫咪的猪的 人的 兔子的 老鼠的 这种 黏制性 它跟速度的关系都差不多 所以它们基本上 都是一个定值 好 所以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润滑理论 这边有一点点难 那我简单提一下 你们不要紧张 如果听不懂就算了 好吗 那它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说呢 推动大便的力 跟 润滑产生的这个 黏制性平衡 所以抵消了 那我们刚刚得到很多 因为抵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算出速度 就是这个大U 那大U可以用 黏制性的厚度 直肠压 还有一些 黏液的参数来表示 那我们刚刚知道 厚度 大便的长度 跟宽度 都是体重的三分之一次方 然后直肠压 还有黏制性 黏液的特性 都跟体重无关 大家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全部把它带进去 排便的速度 是体重的三分之一次方 那排便的时间 就是速度 长度除上这个速度 所以就是抵消掉了 越长 然后速度越快 所以全部时间 都是一样的 小动物跟大动物 排便时间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算到的 实验值 大概是 时间是体重的 负0.09次方 那理论值 就是零次方 好的 所以 大概画出来是这样子 实验值 大概是 七八秒 然后理论值 实验值 实验值多一点 实验值是 十几秒 十三秒左右 那它在五 如果你讲范围 是五到二十秒之间 然后理论值 差不多在七八秒左右 那排便的时间 就是受到 黏液的厚度影响 大的动物比较厚 所以 速度也比较快 那跟小动物的时间 就会一样 这边 都是年轻的学生 所以可能还没有 论文发表的问题 那我这边讲一个 可能有论文发表的问题 可以理解的笑话 就是说 这个研究我做完之后 我要告诉谁呢 我研究了一个 旷世巨作 这个大便的问题 被我解决了 我要跟谁说 我要去哪里发表呢 动物园 我觉得它 应该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不止动物园吧 好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然后我觉得 我做得很好 我花了很多时间 我理解了这个 整个问题的症结 应该是一个 有重要性的论文 那发去哪里呢 罗贝尔讲 没有期刊 他都是 你先发了我 才看好不好 所以我要先 有个平台 把它发出来 然后找了半天 找了半天 有一个期刊 叫做软物质 Soft Matter 就是他了 他平常都是登一些 土石流啊 高分子材料啊 果冻啊 这种 很干净 香香的东西 但是我投了之后 主编很喜欢 他说我去想 就这篇 你赶快送来 我马上帮你登 而且我给你封面 你就贴封面 封面你自己画 好的 我想说没问题啊 很少有平台让我自己画 他说 但是有一个条件 不能出现屁股 不能出现大便 我就研究大便了 你叫我不能出现屁股跟大便 所以最后我想了半天 找了一个设计师的朋友 那我也觉得 这是很好的一页合作平台 然后画了一个 三个干净的马桶 然后马桶上面有 不同的动物脚印 然后跟时钟 大概表示了这个论文的主题 谢谢软物质期刊 给我一个机会 好 所以这是排便定律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这个Bristol粪便量表 有人知道 有人看过吗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 但是在英国还蛮多人用 就是当你去挂肠胃科的时候 如果你肚子不舒服 那医生会问你说 啊这样子哦 那你昨天大便是几号 就是他把大便分类了 从一号到七号 如果你是一号或二号的话 你可能有一点便秘 水喝比较少 那你三号到四号应该是OK 没问题 那五号到七号 你可能是水泻 拉肚子 那从我的角度看 这个很主观嘛 你觉得 我觉得二号跟三号蛮像的啊 六号跟七号也差不多吧 那这样子 你说跟我说不是一样吗 但是 如果我用时间来量化 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们刚算的是正常的状况 对不对 大概是三号到五号左右 那是粪便有粘液的状况 这个大便的时间是五到二十秒左右 那如果是便秘是什么状况 好我就想了我刚刚的那个模型 便秘的极端最极端的状况就是表面没有粘液 然后我全部都用我的职场的压力 把这个粪便推出来 那这需要多久呢 差不多四百天 对四百天 那如果我们用力 就是人类可以大概十倍的脂肠压 可以这样推出来的话 大概也需要九天 所以如果你便秘了 就赶快去看 不要等好吗 直接去 那另外一个极端的状况是水泻 水泻在我的模型是什么意思呢 大概就是 都没有斯勒病嘛 全部都粘液都是水 那这个状况 其实不需要一秒钟 大概半秒就可以结束了 所以也是不要等 赶快去厕所 好这是一个量化的 拉肚子的 你跟病医生形容 或者你在家居家医疗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简单了解 你的大便的状况 这个研究跟刚刚那个研究 后来帮助了史丹佛的一个研究 创造了一个新东西 叫做智慧马桶 它可以量你的病变的时间 跟尿尿的时间 做个人化的医疗数据检测 还没上市 但是Paper已经发了 祝福他 那另外还有什么用呢 我做完这个研究之后 有一个土木系的老师来找我 他是研究公共卫生 他说Patricia 你的数据对我非常重要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 我们人类花太多时间 在管理人的粪便 可是没有任何人 在管理动物的粪便 但动物的粪便非常危险 它可能会传染疾病 那有人畜共通的疾病 所以我们需要防 我们也需要相对应的管理 管理动物跟动物的粪便 才能从源头开始 管理这些传染病 他讲这些话 我觉得很明智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COVID 后来就有COVID了 所以大家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 我说好的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 先研究这个问题有多大 到底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动物的粪便 那这是世界粪便地图 红色部分就是 占全部的超过10%的 动物粪便到底在哪里 那时候我们创造了一个 我们定义了一个物理量 叫做粪便人跟 动物跟人的粪便产生比 它意思是说 人没产生一公斤的粪便 同时会产生几公斤的动物的粪便 那这个值在2003年是4.2 在发表的时候的前两年 2014年是5 在可预见的将来 2030年到了6 粪便一直增加 我们要怎么办呢 这增加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吃越来越多肉 然后这个问题除了人畜共同传染病 可能也有全球暖化的问题等等等等 那我们先了解这个问题有多大 我们再来讨论 那主要会产生的这些粪便 都来自于经济动物 就是牛啊 主要是牛 然后是我们吃的肉 OK 好 这是重要的公共卫生议题 OK 我们第二题的结论是这样子的 粪便是透过粘液从职场排出来 那排便的速度跟粘液的厚度成正比 大动物呢 排便时间都差不多 因为大动物的粘液比较厚 所以排的速度比较快 它可以同时排出比较多的粪便 第二题大家还好吗 都活着 很好 没有人去 你们没有人出去 这题最难你们都过了 下一题很简单 好 接下来第三个主题 先让大家看一下 带雄长什么样子 这个是澳洲的特有种 带雄 然后它在 大部分在地下生活 它尺寸大概是一个小猪的样子 好 结果这家伙 它的粪便长这样 那我拿去扫描 它是方形的 那没有那么方啦 它不是有八个很锐利的角 但它的确有六个面 就是你可以骰子这样骰 这是没问题的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目前生态学家 有一个说法 但是这个说法还没有被验证 主要是因为研究带雄的学者非常少 那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 在石头上用方形的大便 比较不容易滚走 那比起圆形的 所以他们会用方形的粪便 来标记领土标记气味 但是他们是血居类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地底下 这等于是他家门牌的意思 OK 但我想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是方形的 那这问题其实可以猜择两个问题 一个是比如说你把它想成一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圆柱坐标 那它其实是在横切面有四个角 就是它的截面积有四个角 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它怎么切开的 那我今天会先回答 它在横切面为什么会有四个角 那它怎么切开的 我还在想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告诉你答案 好 所以如果用比较专业的术语 就是在R-Z塔平面 为什么会有四个方 为什么是方形的 那我们今天不讨论在Z轴 我们讨论在R-Z塔轴 好 前人有一个 这个问题比我想象的复杂非常多 因为很多人有兴趣 但没有有答案 那我最早只能找到有一个人 他在Twitter 这个叫Robin Lawrence 他说呢 为什么是方形的呢 是因为 这个是戴雄的长道 从长指到最后 从上面是胃 然后这样出来 他在中间 就是小肠跟大肠的中间 大肠头那边 有一个节点 那些节点 把粪便挤成方形的 它的假说是这样 然后它有一个简单的小模拟 跟它说 如果你有节点 你就可以产生方形 那所以 它是一路方方方到后面吗 那中间都不会改变形状吗 我觉得怪怪的 然后呢 我觉得那时候 我想要怎么样研究这个事情 那时候我在美国 然后我想说 好 那戴雄的大便是方形的吗 好 先Google Google全部都是方形的大便 过到我觉得有点假假的 怎么会是 就超级方 那骰子 这应该是人捏的吧 然后后来我又去找 美国的东园里面的带雄 那第一个是 带雄很珍贵 所以不能随便抓出来看 那我就说 那我搜集了大便好了 带雄 在东园的带雄 大便都远远的 不太方 那我后来才知道 其实三种 三种带雄 只有一种会产生方形的便便 我看到 看错物种了 大部分的 动物园里面的物种 不是我要的那个 会产生方形便便的物种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然后我跟我的大学部学员 就是好 那我们去贴文好了 上网求救 所以我们找到了 澳洲的一个公共的论坛 我们说 那个我们是 乔治亚理工的 对这件事很有兴趣的一个团队 那我们想知道 有没有人也对这件事有兴趣 没想到迅速就有人论我们了 叫Scott Carver 一个世界级的带雄专家 如果你研究的东西很少见 没有人研究 你就是世界级的 就是那个唯一一个 对带雄有爱的一个专家 他说 他负责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长这样子 就是说 这是澳洲 那他在澳洲旁边这个小岛 叫Tasmania岛 那他们有一个 这叫什么 拯救带雄 陆杀计划 那就是说 如果民众在路边 看到带雄 可以通报 可以报上这个地图 那如果是 活得请打权 死得请打差 然后 这个通报系统呢 就会通报到政府 政府呢 就会通报到 某一个行政单位 那行政单位就通报给 某一个学校 那反正最后呢 就是会有个人接电话 那个人就是Scott Carver 那他就会 风尘仆仆 不畏风雨 24小时 就出动去把那个澳洲 带雄尸体捡回来 检查一下 有没有传染病啊 病理解剖 看看他为什么死掉 所以他每天都在开 带雄肚子 他告诉我 他开的时候 每一次都一样 带雄的大便 在肚子里就已经是方的了 所以民间传说 带雄的肛门是方形 这件事是不对的 民间传说 带雄把大便 大出来之后 再用手捏 这是不对的 对 澳洲有很多 奇怪的民间传说 就大都倒是方形 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好 所以这是一个 在Tasmania Universal Tasmania 一个热心的 带雄专家 叫Scott Carver 给了我丰富的资源 然后我们开始了 这个合作 然后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可是我想看 他说好 他寄给我看 所以他把带雄 他终于找到一只 带雄露莎的时候 没有撞到肚子 撞到头 或者撞到脚 所以肚子还是完整的 然后把从胃到最后肛门 还有肛门那节毛 全部留着 寄到亚特兰达给我 我记得我收到 那个包裹的时候 是圣诞节 感觉很棒 我要知道这个真相 立刻把它开了 好 那旁边那个就是 屁股那一只毛 屁股的前两节 那个大便就已经是方形的咯 把它打开 就长这样 它有点像冰块 这我刚刚跟你说的 它 没有很尖 但它的确有六个面 然后尺寸大概是 小小的这样 有点像手机充电头 这样你们还可以充电吗 没有奇怪的联想 有点像那个感觉 那你把它全部打开 是长什么样子 这边绿色的部分是靠近肚子 就这样绕一圈 这样绕 然后到最后面是黑色 就是比较靠近 肛门的地方 那我第一件事情 做科学的 我把它量化 到底是不是方形 给个数据 好 所以我就每一节每一节量了 它的长宽高 大概在最后那排 可能1.5公尺的时候 形状差不多了 比较稳定了 是大概都是2乘2乘4公分 所以它不是立方体 它是一个长方体 2乘2公分 然后在前面的 还不成型的时候 那个触感 比较像 优格的感觉 可以理解吗 湿湿的 优格的感觉 那它中断的时候 就比较有一点 烂掉的香蕉的感觉 那到最后就是 比较生的香蕉的感觉 所以它 那个带熊含水量 越来越少 那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它的 比较容易成型 所以这个跟 所以到底怎么捏的 是谁捏的呢 应该跟 肠子有关咯 可能有关咯 可是它是怎么 捏成方的呢 然后那时候 就一直带熊 我很害怕 因为我把它切爆就没了 那我现在 就这一只 怎么弄呢 好 我说 那我们先试切一下 我们找那个 最尾巴 我们先 截一点点看看 先截一点 然后 我们想象是 它收缩的时候 是不是 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然后把它 捏成方形的 可是它 它剪下来 就跟猪大肠 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看不出什么差别 就是一个 一个橡皮圈这样 我说好吧 那收缩什么意思 收缩就是 橡皮筋 打开 钻起来 打开钻起来 所以它就是拉伸嘛 那我把它拉一下好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事情 我们把那个 最后一小段 剪起来 然后把它剪开 所以它变成一条线 然后我们 拉一下 有点奇怪哦 就是 四区 有点奇怪哦 两区 比较难拉 两区比较好拉 那好不好拉 我们有一个 定量的说法 叫阳式魔术 所以它的阳式魔术 是高还是低 大概就是说它 是硬弹簧 或是软弹簧的感觉 是很难拉的橡皮筋 还是好拉的橡皮筋 它在一圈 蓝色是难拉的 红色是好拉的 然后值差不多 差三四倍 就有差哦 那这个就 就不好说了 因为我量了一次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 是对还是不对 而且我又把它剪开了 如果我剪到一个 关键的角度 是不是就 就坏了 所以这可能不是全貌 那怎么办呢 我要想一个办法 可以 不用剪 又可以量 我要怎么样 可以不用把 带熊的肠子剪开 可是又可以量 它 好不好拉 想了半天 想到一个 有看过那个 动物气球吗 就那个 长条气球 那长条就有把它 如果把它塞进 带熊大厂 然后把 那个气球吹开 是不是就等于 把带熊的肠子撑开 可是都没有把它剪断 这就是我要的 好 所以我第一件事 说的事情 我先把那个带熊肠子 先标记 等距标记 那用一个叫做 手术用麦克比 就是说 它比较容易沾在组织上 不会掉的 大概0.1公分 标一下 这样子 然后把气球放进去 然后气球充气 如果它是猪大肠 如果它是等距收缩 跟等距拉伸的话 那这些 我刚刚标记的地方 是不是还都是一样 它也都会是等距的 但如果它收缩的时候 不是均匀的 它有些好拉 有些难拉 那这些标记 就会变得不一样 所以把它吹开 然后一个一个 去对我那些标记 真的不一样 有些比较好拉 有些比较难拉 它撑开的地方 刚好是两个比较开 两个比较短 就跟我刚刚量到一模一样 有两个好拉的地方 跟两个难拉的地方 有两个硬弹簧 跟两个软弹簧 交错把那个接起来 为什么这样子 就可以形成四个角呢 好 我们现在问题在这里 就是有两个好拉 有两个难拉的 那它这样一圈圈起来 是怎么变成方形的 我觉得如果两个好拉的难拉 可能可以变出两个角吧 那怎么变成四个呢 那这个问题 因为带熊很少 又不在美国 所以我也不可能杀一只来看 我也不可能把它打开 迷回来看 那我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那时候 记得吗 我当初还很惨 我那时候已经是一个 大概博士班 第五年的学生了 我了解我们学校 有谁在做什么奇怪的研究 我那时候找了一个老师 他是做老鼠的肠道的蠕动 他说Patricia 你做了这个研究 你这个动物我不了解 但是我可以让你看一下 老鼠长什么样子 老鼠的肠子的收缩长这样 我看看这个影片可不可以动 这是小鼠大鼠的小肠的蠕动 有感觉吗 好 需要再一遍吗 不用吗 好的 看起来要的人 比不要的人声音大一点 好 我们再放一次 如果觉得痛苦 可以闭上眼睛 好 这是小肠 在肚子里面蠕动的样子 然后把它拉出一小节 看一下 大概是什么样的蠕动 所以是 两个硬弹簧跟两个软弹簧 怎么收缩成一个四边形呢 那我这里是用模拟的 那所以这是红色对应到红色 那中间就是这个截面肌的感觉 那旁边有个东西 我量的是它的曲率 曲率的意思就是半径分之一 大意思就是说曲率越高 代表它这个脚越尖 所以你看到几个曲率的尖角 就知道它产生了几个脚 搜索一下看发生什么事 好 搜索一次 捏一捏 变方了 怎么会这样 变方了 好 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事情是这样子的 那个硬弹簧 在收缩的时候 比较难拉 所以把它这样 尻过去的时候 它形成一个角 所以红色的地方 形成一个尖角 那蓝色的地方呢 蓝色的地方就是软弹簧的中点 它旁边拉得比较快 它比较慢 所以它有点lag 它中间也形成一个 没有那么尖 但是也是一个角度 所以这样子 四个区域的中间 都各形成一个角 所以刚好有四个角 我们这边有卡通 可以看一下啦 就是这个带熊肚子 然后它有四个 不同的软硬度程度 捏一捏 就捏成方的了 了解吗 会了 第三个小题目 那为什么会有方形的变变 第一个事情 带熊是在肠子里面 产生方形的大变 没有什么手捏的 没有 也没有方形的肛鸣 没有 就是肠子收缩的 它为什么会产生四个尖角 有三个条件 一个是在直肠的 最后四分之一的时候 它分别比较干燥 比较好塑形 再来就是因为 它的直肠壁是软硬相间的 在收缩的时候 捏成四个角 会了吗 还行吗 好 那我们今天 就是讲到这边 然后我的专长是 生活中的物理学 除了尺跟尿之外 我也研究 鸟类的群聚行为 包含在空气中 在天空中 它们飞 不会撞在一起 或是它们两个靠比较近 或是有三只靠比较近 然后它们翅膀会不会一起同步 这是我现在正在研究的主题 那 这边我要感谢所有 参与过这个研究的老师 那 David Hu就是他 那个 就是跟我所有天分那个人 就是David Hu 然后 还有 所有大学部学生 蹲在地上那些 没有他们不会有这些题目 那我想要特别提一下 有趣的合作者 他们是我听过世界上最友善的学者 他们从来没有嘲笑我的研究 只是跟我说我要如何能够帮助你更多 第一个是Daniel Chu 他是告诉我说 Patricia 你的分泌研究其实很有用 我帮你找一个有趣的期刊 那他其实是大肠 大肠手术的外科医生 那第二个是Brandon Dickson 他就是让我看老鼠肚子 蠕动的那个老师 他就说 你不懂 但是我懂老鼠 那第三个是Saijay Matsumoto 他就是在千叶市 帮我做那个实验的 日本泌尿科医生 那最后是Stark Carver 他是这个世界的带雄专家 也是协助我非常多 让我们了解带雄的 身体奥妙的学者 那以上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科学研究 那有问题都可以提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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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